我们都知道 有植物装扮的植物 不仅外观好看 还可以在战斗中加成属性技能 而每一株植物装扮的技能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椰子加龙炮 从开始的椰子炮弹 变成了鲨鱼炮弹 造成伤害的投石 还可以振匀僵尸 坚果 从金属外壳变成了水晶外壳 诶 但不是所有植物都适合带装扮的 有些植物带装扮 大招反而会削弱 比如最有代表性的 豌豆射手的黄关装扮 没带装扮前 一个大招可以发射60颗豌豆 带装扮后 会让大招变成兔3个大豌豆 豌豆数目下降 举个类子 你要打一群鸡的时候 带上装扮 就发射3颗豌豆 然后打死了3只鸡 而你没带装扮的豌豆射手就不一样了 鸡群全部消灭 再来配合紫火梳妆 开大招打 吃刀将往 对备一下多伤害 没有带装扮的豌豆射手 两个大招就可以击杀吃刀将往 而带装扮的豌豆射手 两个大招打掉 石刀将往一格多血条 另一个植物 夜影轮回 没带装扮前 大招扔出3片叶片 带装扮后 大招发出一片大一片 虽然当个叶片伤害变高 但是走伤害却变低了 好的 最后小伙伴们 还觉得哪些植物的装扮 带上之后反而不好呢 欢迎评论 优优独播戏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